像强强我刚刚看了 你是对到这种的 我们另外这种 就是说比较会规划行程的人 人格如果有16话对到15 或是22对到24 15对到24 或者是15对到15 或者是你单独只有24 或是25或者是15的人 这种对旅游规划行程 都是很厉害 像强强你就是 老师我也是 你也是 或者是你有单独 24或单独15的人都是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习性 有这些比划的人 天生做事情 就对自我要求很高 请教吴美玲老师 哪些姓名比划的人 会是好女伴 好我们看看 哪些姓名比划的人 是好女伴 我们今天看的是 人格对地格 要两个格局对到 就是说你的人格 有16话对到19话的 或者是29话对到31的 或是20对到29的 或是19对到22的 这个有这样子的人 有这样数字对到的人 他的格局是脾气比较好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第一组这种 你知道很多人 很多人是那种配合度比较高 因为有一些人 他不喜欢做主导 他喜欢出门 没关系 你安排就好 你怎么样就好 像这一组的人 天生就是配合度比较高的 然后脾气比较好 比较老二主义的 所以他自己也比较懒得规划 你知道有一些人出国是 他一定要主导 他要规划 有一些人是出去 我不主导 让你规划 这一组的人 就是配合度比较高 比如说你去哪里 他是OK 但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 接受你给他改形成 或者是你本来今天跟我讲 说要去泡汤 怎么早上起来又不泡汤了 又要去干嘛了 这是可以的 所以他会觉得说是OK 像有的人你可能跟他做朋友的时候 他都觉得很好 但是在旅游过程你就会发觉 哇原来这个有脾气的 那个有什么 很多人都在旅游过程才看到对方的脾气 但这个也会觉得说 哎呀没关系就几天而已 如果这几天不忍的话 那我们就会破坏整个气氛 整个过程 那这个旅游不就泡汤了吗 所以他是可以觉得说 好那你就这几天你发脾气 或你怎么样 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另外这种的呢 像强强我刚刚看了 你是对到这种的 我们另外这种就是说 比较会规划行程的人 人格如果有16块对到15 或是22对到24 15对到24 或者是15对到15 都有 或者是你单独只有24 或是25 或者是15的人 这种对旅游规划行程 都是很厉害 像强强你就是 老师我也是 你也是 或者是你有单独 24或单数15的人都是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习性 有这些比划的人 天生做事情 就对自我要求很高 所以大家看强强这样子讲 好像他对自己没有要求 其实很高的 有 你没看到好像 大家去玩 他其实在工作 对 都有想法 所以他捣乱我的话 我就是会生气 很麻烦 对 都有想法 都有规划好的 比如说你要去夜店 这也都是规划好的 并不是随便去玩 所以有这些 有这些比划的人 他做事情比较清楚 很多人出去旅游 常常会生气 但是他会很清楚 比如说这一趟是带爸妈去 那爸妈的行动比较慢 那可能我们就要去玩那种 豪华型的那个游轮 那如果是跟年轻人去 我们可能就是要去跳水 去潜水那种的 那如果说 因为现在很多种玩法 有的人玩 比如说大家都看照片 日本很好玩 我要去看樱花 就他夏天跑去看樱花 那是错的 因为很多地方 日本很好 但是你如果 那个季节稍微错误 错误个半个月 那你就整个 完全看不到景点 滑雪都不见得有雪 对 那像这种比划的 我们要出去玩 一定要找这种比划的 它完整的规划 比如说我们要去欧洲 要买表 买包 那一定要找他 因为他会 他会算得很精准 到哪里买包 是最好看 而且他的款式 是最经典的 那所以这一组人马 很适合跟这一组人马 在一起 因为这一组人马 是喜欢主导 这一组人马 是喜欢被主导 那像这样子的组合 出去玩 就会很愉快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人 一起出去玩 那肯定要吵架了 对 我正在想 对 没错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那到底听谁的 那如果这一组 这一组的人自己出去玩 那我整个都随力 乱啊 也常常赶错地方 飞机也做错了 什么也做错 被放鸽子 所以这两组的人一起旅游 就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所以我们出去玩呢 做朋友跟玩伴 其实是要分开的 因为做朋友 你可能会找那种 都是大家很精明的人 一起做朋友 但是玩的话 不能一起精明的 那这样子可能过程当中 就会大家产生不愉快 那如果是情侣 比如说有个男人 他刚好也是 下面那一个 下面那一个 也是这个 都是枪主 那完蛋 你有碰到一个 也是这样子的 会吗 那就完蛋 会吵架吧 会 会吵架 所以跟男朋友 不能是相同的 如果是这样 我看过那种夫妻 是这样子组合的 那个真的整个过程 从第一天出去就开始吵 从此早餐他就开始吵 任何一点小事就会吵 对 吵七天回来 那像这种 虽然脾气都很好 他也会吵 因为他很瞎 一下子搭错线了 一下又怎么样了 最好组合 就是这样子的组合 出去玩 是真的很愉快的一种组合 那维依说你们一家人 在欧洲还得了重感冒 我这个想要这个我就有气 它就你自己不穿衣服 不是 它真的不是 我们这边都有证据 你看你每一个景点 你每一个景点 你都不穿衣服 活该你感冒 现在我们两个穿毛衣 你看他们两个穿什么 真的 我好热 我现在还好热 我想到 真的不是我的错 因为我女儿白母 她跟一个德国人 就是他们就是 前一天要出国前 跟一个德国的夫妻 两个在吃饭 然后那个人 其实一开始 他没有说他感冒 他就一直夹菜 给我女儿吃 你知道吗 就吃完之后 她一直咳嗽 后来我女儿说 你们两个怎么一直咳嗽 她说我们生病啊 生病 你干嘛帮我夹菜 你懂吗 后来去了德国 大概第二天 我女儿就开始不行了 她就咳得很厉害 痰很慌 然后常常卡着 然后一直生病 幸好我有带台湾的感冒药 结果吃了完全没有用 还更严重 然后更严重之后 她就是整个病到不行 可是我们又要飞 我们要到处飞 因为我们去了德国第一站 我们要飞法国飞哪里 到处去玩 结果后来 我媳妇也生病了 生病之后呢 我们就想说 这个行程必须走嘛 就她家里人也陆陆续 全部生病了 她老爸也生病了 然后咳得很厉害 只有我一个人 你们集团多少人啊 不是 我是去 就是我媳妇她家里 她家里爸妈 我跟她 我们五个人 但是我只有三个人出游 她爸妈在德国招待我们 我女儿的娶的老婆是德国人 然后那时候去了德国 她爸也在咳嗽 然后欧洲人都是你也知道 吃饭就是一堆 然后抹刀 抹什么面 德国都吃面包嘛 他爸也很有意思 拼命渴 我想要全部人 四个人都渴了 唯独我身体最好 太棒了 他们就跟我说 多穿一点 多穿一点 我说不用 你看我身体这么强 就是你们穿太多啦 穿太多结果感冒 人家穿一点 没有抵抗力 对 我说要抵抗力 我还在那边吃冰什么 他就说 然后每次都喝那个冰的可乐 他们说 你真的这样会感冒 结果不是 不是因为这样感冒 是被他老爸传染了 他老爸吃面包 你跟他老爸怎么了 对 他晚上来我房间摸棉被 就真的被他老爸传染 我就很气 那天 我们在吃面包抹果酱嘛 然后他老爸很好玩 我们抹一抹之后 他拿去 然后抹了之后 他边吃 然后边拿那个果酱抹在上面 都有口水 你知道吗 口水一定上 我们不知道 我也拿来 我就把它拿过来抹 我们两个就变成口交了 我们两个间接接吻了 对 我们两个口水就是口水 后来他爸又拿回去吐 我又拿回来吐 我们两个叫交接对面 后来我女儿说 不行 你们这样很危险 你们怎么那么亲密 后来你知道吗 大概我想说应该也没事 我抵抗力这么强 结果殊不知 我大概七八天以后 我也中了 然后回来有一天 我从欧洲回来德国的时候 去意大利回德国的时候 我煮那个台湾的拉面 我想说大家礼上晚来 煮一点面 请他老爸吃 那我就边煮... 我整个快昏倒 然后我就... 我就真的觉得 我头快昏倒 可是还剩一分钟 要煮这个拉面 我就刚才把我女儿叫过来 所以刚才过来我快昏倒了 而且我肚子痛到快爆炸 我那时候就好想上大号 然后又一直咳嗽 我就刚才过来 后来我去厕所 我在蹲那个马桶的时候 我蹲马桶 我真的很想上大号 但是我居然没有力气 而且我全身冒... 冒汗 全身冒汗 发烧 然后使不出半点力量 我就全身冒汗 我就冲回来房间 我就这样... 估着身体这样冲回来 他老爸就这样扶着我 陪我进房了 我心想说还不就是你害的 他就把我抱在床上 他就这样想看我不行吗 就把我抱在床上 我真的不行了 把你抱在床上啊 对 因为那时候 你有这么没有力啊 他妈呢 他妈在哪里啊 他妈在圆圆观看着这样 是怎么样 后来你知道 因为他们那个厕所 离我房间有点远 我真的走不到 我真的要昏倒 我真的整个这样子 他爸是看我不行了 就真的就这样子把我抱起来 公主把我去房间 然后就 就这样子 我就湿了 我就全身就湿了 不是 不是 什么湿了 我是发烧 我发烧全身湿了 我以为露晒了 后来我女儿进来就说 我说快 我好热 你把我擦汗 我女儿说哪里 你没看到我 你没看到我脸上都冒汗吗 我全身发热 可是我没有办法换我的衣服 你知道吗 要是真的我就立刻昏倒了 她心里有被下药 有 感觉有这个可能性 春药 不是 反正我就真的 我就真的那天 我就昏了两天 我发烧了两天 我认真说 我就是 我吃了台湾的药 还是没有用 OK 我只好就医 花了大概七十几 七十三块的欧元 就将近两千五 才渐渐好了 我就觉得说 这趟欧洲旅行 真的是灾难连连 对 春药的时候没有谱下挂 是不是水腻 我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水腻是什么玩意儿 那那个中人那边 下次用德文就说 不要再来 不要再来 还怕要走售法式 是中人说不要再来 我们人都会利用